那么咱们继续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个非常理论的知识 我们说了什么叫做数据类型 标志幅 变量 长量 这些都是非常理论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真正的去写一些程序 写一些代码了 那么写代码呢 我们用到的工具是Visual Studio VS Visual Studio VS VS呢 好 这个是VS的一个主界面 主界面 然后在创建这个VS的项目之前呢 先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东西 数据类型 标志幅 变量长量 Visual Studio 的使用 Visual Studio的使用 从最开始的安装 这点呢 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如何去新建一个项目 如何去新建一个项目 那么如何去新建一个项目呢 第一种方式 你可以通过这个 你们的VS应该装的都是中文版的吧 有没有英文版的 有没有英文版的 没有 那么新建项目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新建 从文件 新建 项目 文件 新建 项目 从这里面入手 文件 新建项目 或者呢 你可以使用快捷键 刚才注意了没有 没有 看一下 Ctrl Shift N 就一个New 所以你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 加 Shift 加 N Ctrl Shift N 这样也可以去新建一个项目 也可以新建项目 这个呢 是一个入口 是一个入口 然后新建项目之后 是 母版 选择 母版选择 好了 Ctrl Shift N 接下来会给你弹出来这样的一个窗口 给你弹出来这样的窗口 那么这个窗口呢 是让你去选择母版的 选择母版的 当然大家的这个VS呢 这部可能和我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在安装的时候呢 是极致精简的 那些个不要的东西 我全都没有安装 你们可能看到的是 这些地方呢 可能有一些个其他语言 比如说什么FShift之类的 那么在这呢 我这是没有这些的 但是呢 不影响 我们使用的是 CShift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步呢 在左侧选择语言 你要使用的语言是Visual C Sharp C Sharp 然后中间部分呢 选择你要去新建项目的类型 我们新建的是控制台应用 新建的是控制台应用 然后再往下走 如果是英文的话呢 这里是Council Application Council Application 然后再往下走呢 下面有三个输入框 一个是名称 一个是位置 一个是解决方案名称 那么在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名称 第一个名称 指的是项目的名称 指的是我要新建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 我应该怎样去命名 第二个位置 指的是我新建的这个项目 我应该把它保存到 我的电脑的哪一个位置 第三个解决方案名称 这个需要去说一下 什么叫做解决方案 咱们呢 新建一个项目以后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这呢 我把名字改一下 比如说名称呢 叫做Council Application 位置呢 我就给它保存到桌面上 然后呢 解决方案名称 大家来看一下 当我刚才在修改项目名称的时候呢 解决方案名称 是不是也跟着改变了呀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我们可以去再修改的 比如说呢 现在我把这个解决方案的名称呢 给它换一个 换成 Projects 换成Projects 另外我再说一下 在这里面 不管说是这个项目名 还是解决方案的名称 理论上来说 可以用中文 但不推荐 好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这两个呢 先不用管它 然后点确定 然后点确定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新建了一个项目了 我们就新建一个项目了 然后把笔记呢 补齐一下啊 母版的选择 什么母版呢 第一个是 Visual Shift 下面的 Council 这样吧 我写中文吧 控制台 应用 程序 然后括号里面写 Council Application 这个是母版的选择 这个是母版的选择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呢 是我们刚刚新建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新建完之后 咱们长什么样子 咱们先不管它 我直接给它最小化了 然后回到我们桌面上来 回到我们桌面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在我的桌面上 就生成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什么呀 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叫啥 Project 这个Project 是我刚才新建的什么名字呀 解决方案的名字 那当我打开这个解决方案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只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一个文件夹 叫CouncilApplication 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好熟悉呀 是不是项目呀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Projects.sln 这个sln文件呢 就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文件 解决方案的文件 那么解决方案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用来批量的管理项目的 一个解决方案里面 是可以添加多个项目的 是可以加多个项目的 所以以后 我可以把我的代码共享给你们 那么你们拿到我共享代码之后呢 就直接打开这个sln文件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直接双击它 就可以打开啊 好了 那么回到vs里面来 刚才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一个解决方案里面 是可以添加多个项目的 那么怎么添加 怎么添加 咱们先放 暂时放这 马上会使起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刚才新建的一个vs项目的一个布局 然后这么最大的这块区域啊 这个最大的区域呢 就是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呢 就是我们来写代码的地方 就是我们写代码的地方 代码编辑区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块区域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叫做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叫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那么这块内容呢 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理论上来说 除了这两个窗口之外 其他的我们都不需要 我们都不需要 你可以把它给关掉 你可以把它给关掉 那如果说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这个窗口也没有的话 在哪找呢 注意这个和这个Unity不太一样了 在Unity里面 如果说我把某一个界面关了 我可以在Windows里面找 对吧 但是在这呢 你需要到试图里面找 你需要到试图里面找 试图 然后呢 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看到了吧 点它一下就出来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会列举当前打开的 这个解决方案中 所有的项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Cancel Application 这个是刚刚我新建的 第一个项目 然后呢 解决方案叫Projects 解决方案叫Projects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新建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里面有几个项目呀 只有一个呀 Cancel Application 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 好 那么咱们继续 咱们继续 刚才我说了 一个解决方案里面 是允许加多个项目的 那么我如何把另外的一个项目加进来呢 如何在一个解决方案中添加项目 如何在一个解决方案中添加项目啊 怎么做呢 步骤是在解决方案Projects上右键 然后选择添加看到了吧 然后选择添加 添加什么呢 添加新建项目 添加新建项目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添加进来 同样呢 你又看到了一个 这个母版选择的界面了 依然选择的是控制台 应用程序 然后再往下走 项目名称 我给他换一个名字啊 Cancel Application 2 然后位置呢 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因为这个位置默认的 就是在刚前的 就是在当前的这个解决方案下的 你发现了没 没有第三行了吧 对吧 没有第三行了 咱们刚才在新建项目的 那时候呢 还有一个第三行 现在已经没有了 然后确定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我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系里面呢 几个项目了 两个项目了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有两个项目了 那么这两个项目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 好像 哪个地方不一样啊 是不是第一个是加粗的 第二个没有加粗 对吧 一个是加粗的 一个是没有加粗的 那么这个加粗的和没有加粗的 有什么区别 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项目呢 我们都可以展开 这两个项目 我们都可以展开 展开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项目中 都有一个文件 叫program.cs 而这个.cs呢 咱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就是一个csharp文件 我们需要在这个文件中 去写csharp代码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编辑一下 怎么编辑呢 直接双击 就可以了 直接双击 那么你的代码编辑区里面呢 你就会看到 这里面的代码 可问题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它叫program.cs 然后另外一个呢 也叫做program.cs 那么我怎么区分我编辑的 到底是哪一个项目中的program.cs呢 在这个文件的下方 看到这里了吗 有一个console application 看到了吧 而另外一个program.cs呢 是console application2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 来区分开来 这两个program.cs文件 它到底属于哪一个项目 到底属于哪一个项目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不同的项目中的文件 去进行编辑了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啊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先给大家说 我们打印第一句话 叫console.write line 这句话的作用呢 是在控制台中输入一行内容 输出一行内容 输出一行内容 那么在console application2里面呢 我输出一个console application2 那么在program.cs这个console application里面呢 我输出一个console.write line 我输出一个console application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运行程序 看看最终到底哪一个输出来了 Ctrl F5运行 Ctrl F5运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结果 结果呢 就是一个console application console application 也就是说哪一个项目执行了 是不是 这个项目执行了呀 这个项目执行了 而这个项目呢 program.cs通常代码呢 没有被执行 那如果说我希望这个项目执行 怎么办呢 对啊 一个解决方案里面 可以添加多个项目 那么这多个项目 如果说你要执行的话呢 你要运行某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你要运行的是 这个解决方案中的一个 叫做启动项目 叫启动项目 那么这个启动项目呢 就是你按一下Ctrl F5之后 默认执行的那个项目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比如说现在我希望执行 console application2 你就可以选择右键 设为启动项目 点击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 console application2就加粗了呀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这F5去运行 你看看结果 结果变了吧 结果就是console application2了 好 所以呢 这个是 如何指定 运行一个解决方案中的 项目 怎么做呢 就是将要运行的项目 设为启动项即可 好了 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video studio的一个基本使用 啊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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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